尼日军方发动军事政变 戒满20天 首都尼亚美还算平静 大部分军民选择晋升 但军政府抛出起诉总统的议题 升高了各界忧虑 63岁的贝佐姆经由民主选举而当上总统 他外交走亲西方路线 让美国法国在尼日设军事基地 随着尼日军方发动政变以来 贝佐姆和家人一直被扣押在总统官邸 现在被军政府扣上叛国的大帽子 引起联合国与华府声援贝佐姆 我们非常关心的关心 和健康和健康和安全 的总统和家人 再次叫做他的犯人 和万家人的离开 和他的法律 安全的国家 CNSP是判断执行口 这行动是完全不妨认 和不斤 坟然 美国在尼日中部设有 二零一空军基地装备无人机 攻击与伊斯兰国和盖达相关的恐怖组织 政变后是否能继续驻军存在变数 再加上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 也在援助尼日军头 有可能为美军人员带来安全风险 尼日是西非经济共同体的一员 政变后西非经济共同体对军政府实施制裁 并扬言军事干预 然而共同体内的玛丽与布吉纳法索 却与尼日军政府站在同一边 西非经济共同体难以出兵干预 尼日军头推翻民选领袖 不只重创非洲民主阵营 同时可能为美俄在非洲的竞争 埋下冲突的种子 华尔新闻无线上编译 你好 我是宋燕民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